沿着我国的海岸线 一支神秘的队伍正在崛起 它们就是离岸锋利电站 把这些大风扇剪到海里面去 是有很多好处的 一是这里有着比陆地上面积 大得多的空旷区域 自由发挥的空间相当可观 二是这里离人口密集 能源消耗旺盛 经济规模巨大的沿海工业城市更近 可以在不需要铺设很长的电缆的同时 赚到更多的钱 三是这里没有三轮 没有建筑 没有树木的阻挡 所以风速会更加强劲 更加均匀 为电站带来更大的发电效率 好处的确是不少 但是要把这些高上百米 看起来还有一些头重脚轻的大风扇 搬到海里面去 该怎么做呢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数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清楚这个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 想要让一样东西在地面上长得越高 它向下扎的根 也必须要越深才行 所以解决方案就是打桩 陆地上可以打桩 谁说水下就不能打桩呢 我之前做过一期讲乔敦是怎么在水里面招出来的视频 里面就涉及到了水下打桩的问题 感兴趣的话可以一会儿移步过去 当然现在还是暂时留在这 我们继续讲完 支撑器海面上看得见的风电机组塔身 风机和叶片的是埋在水里面 我们看不见的基础部分了 它大概有以下四种基本形式 重力基础 单装基础 导管架基础 和漂浮式基础 所谓重力基础 主要就是靠体积庞大的混凝土块的巨大重力 来把风机牢牢的压在海底 而单装基础 则是利用打桩 钻孔 浇灌的方式 将单根装基安装到海底泥层 或者是延层以下一定的深度 再将风机塔身固定其上立起来的 导管架基础就更加复杂了一些 需要首先打桩 然后把导管架固定在装机上 接着才能把风机的塔身 安装到调平后的导管架上 成本显然比前两者都要高一些 但换来的是更为坚固 更加多用的优势 而且适用的水深范围也要更大一些 基本上只要是水深不超过60米 都是可以安装的 而单装基础 只能建在水深小于30米的地方 重力基础就更浅了 而且你看它的样子 就知道它对海底平整度的要求 是比较高的 难之后 好了 前三种不管哪个更好 总之都是有落脚点的 至少给予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但第四种 你听它的名字 漂浮式基础 也就意味着 这种风机是处在一个 漂浮在海面上的平台上面的 这个真的靠谱吗 当风浪来袭的时候 就真的不会把那根高出水面上百米 还带着巨大迎风面的风力电机给挂翻吗 诶 事实证明 是我想多了 2017年世界上第一个商用的漂浮式电站 Highwind 在苏格兰东北海岸投入使用 其深处海面的塔身高度 达到了101米 风扇讲液的直径 更是足足有154米 一根叶片就藏过了一架波音747了 这么高这么大 它就不怕风浪吗 诶 不怕 其实从2009年开始 它的前身高65米 直近80米的海稳的样机 就持续在挪威海岸安全运行了数年 并且在服役期间还经受住了 每秒速度达44米的台风袭击 以及高19米的巨浪的冲击 它何以能这么优秀呢 诶 别看它伸出海面65米很了不起的样子 其实藏在水下的福态部分 却足足有100米 其中装着岩石和水作为压仓物 光是这部分就重大几千吨 加上它采用的是单柱式平台设计 水线面很小 所以运动性能好 极限海况适应能力好 无条件稳定性也很好 难怪怎么也不倒了 而到了实际投产的 100米高的 Highwind风电机身上时 服务台的设计明显更加优化了 变粗变短了不少 纵然体型大了一圈 但成本却反而下降了 60%到70% 看起来很妙啊 其实不光是这种 单柱式风机漂浮平台很成熟 另一种叫做 半浅浮湿风机平台的设计 也非常的成熟 完全就具备了 投入实际使用的条件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其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 漂浮湿海上风力电站的设计吧 葡萄牙的Windflow 是世界上第二柱 全尺寸的浮湿风机样机 采用的是半浅浮湿设计 风机不对称的放在了 三个立柱的其中一个之上 每个立柱都可以单独的调整压载重量 所以就能在平台发生较大倾斜的时候 自动调整平衡 法国的IDOL 大概是这么念的吧 它的漂浮风机设计 长得也是比较奇怪的 其漂浮式基础是一个 由混凝土交组而成的四边形 中间镂空结构 这个镂空的结构 可以在平台中央 围住一个类似于月池的水体 使得整体的水泄面面积较小的同时 还能起到阻泥的作用 从而在不需要人为干预的情况下 改善整体的运动性能 也是妙道不行啊 还有瑞典公司Hashican 设计的半潜伏式多风机平台 跟Windflow只是用三角形的一个角不同 它是用了两个角 于是一个漂浮平台上 就能装上两台风机 剩下没装风机的那个角 也没有浪费着 在那个立柱下面是一个转塔 可以根据风向来转动浮台 以保证上面两台风机 始终都是迎着风的 以避免它们受到彼此的尾流影响 你看一份占地两份收入 哪怕海洋再大 我们开发它时 还是要本着集约化的精神 做得不错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些漂浮式的海上风机设计 但原理也都差不多 我们就不再一一细说了 最后大家可能有些好奇 既然我国正在大力建设 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风力电站 那我们的漂浮式风机 又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中国的海域最大的特点 是大陆架绵延距离长 近岸水深变化小 漂浮式风机在这样的条件下 优势并不明显 按照一般的理解 水深60米以上的海域 漂浮式风机就具有优势了 而我国周边海域 如果想要达到60米的水深 离岸距离会比较可观 增加了电力回溯的投资和成本 也不利于运维 所以短期内我们还都会采用 我在前面说的 站在海床上的锋利电机样式了 只不过呢 浮式电机最大的特点是 可以通过优化浮式基础 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 降低建造安装环节的费用 采用浮式风机方案 完全可以做到整体安装 整体脱航 不用装毛 在机组越做越大 静岸资源越来越少的大驱势下 逐渐成熟的浮式风机 无疑将是海上风电 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大家不要着急 既然我国的目标 是要在2050年时 实现全国总能源的一半 来自可再生能源 未来很多精彩的故事 都会在这里上演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